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48集 白小春待了一下 看着眼前这冲天的光珠 尤其是在自己的面前 这光珠内有一个血色的钥匙漂浮 似乎他一抬手就可以抓在手中 白小春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随意找了个方向奔跑 居然都能遇到这第一把钥匙 与此同时 随着光珠的出现 远处半空中正在交战的血眉 与宋军晚也都剁了一下 瞬间看去 紧接着此地散开的双方护法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全部一顿 齐齐看向光珠所在 这些护法的人选 一个个都绝非凡俗之辈 自然也都知晓第一个钥匙最难获得 彼此都略有迟疑 可毕竟还是有人出手 很快的大都飞出 只本光珠所在 更有阵阵杀气轰然的爆发 说第一个钥匙 谁和我抢 休怪宋某杀人 宋缺喊了一声 地脉八次巅峰的战力惊天而起 别人怕你宋缺 我周华不在乎 多血石 随着声音的传出 血色荒漠内的杀戮 在这一刻骤然陷阱 该死的 我要赶紧走 白小春身体一抖 听到了四周的声音 也看到了那数十个身影 直奔自己 白小春倒吸口气 赶紧后退 可就在他后退的刹那 白小春无法置信的发现 那血色药石居然会动 他竟然 直奔白小春而来 天哪 这药石怎么还会动啊 这白小春都快哭了 好在此刻有一个血眉的护法 距离不远 刹那冲来 看到血色药石后 立刻杀意弥漫 竟不是先去争夺药石 而是杀向了白小春 这修士主机后期 一出手就是血色大戒 一剑斩下 封锁四方 其目中杀意弥漫 看向白小春时 似乎还在咬牙 你你你你 你太欺负人了 看到钥匙不拿 你居然来杀我 白小春顿时生气了 他看出 这一剑是对方权力出手 气势不俗 尤其是血剑上的杀意 明显是要在这里将其杀命 白小春目中收俗 更有寒忙闪耀 他来到血西宗后 虽很少与人出手 可战力的增加 亦是极为的恐怖 此刻在那一剑迎头宅下的刹那 白小春右脚向着地面 狠狠的一踏 整个人直接借力轰然而起 速度之快 化作残影 避开那一剑时 已出现在了半空中 出现在了这血眉护发的身边 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狠狠的一撞 正是汉山庄 那是天道筑记下 三层灵海画经的筑记中旗修围 那是不死金刚卷第二层 已掌握了六尊满鬼的肉身之力 此刻更是以汉山庄 这样的不死卷的密法施展出来 威力之大 数倍的爆发出来 使得白小春的身体 在这一刻几乎就是一个人形的凶手 哄的一声 这声音震动四方 虽是闷响 可却给人一种心惊之感 很难想象 两个人的碰撞 发出这样的声音时 被撞击之人会怎么样的凄惨 一声淒厉的惨叫 在这轰鸣回荡的同时 从那血眉的护发口中传出 他喷出大口的鲜血 甚至还有不少内脏的碎块 背后的衣衫更是猛的鼓起 面色顺吻间紫红一瞥 咔咔之声微弱 可却从其体内不断的被传出 他的身体更是在这一刹那 被直接撞得飞起 他的眼前茫然 一片漆黑 此刻就连脑袋都是空白的 可惜这空白没有持续太久 便化作了虚无 哄命中飞奔此地的数十人 全部都目瞪口呆的 看到了这让他们头皮发麻的一幕 被白小春撞飞的这个护发 他的身体竟在半空中 直接就崩溃爆开 那是所有骨头的碎裂 那是所有血肉的分离 那是灵魂的飞灰烟灭 余音还在 可血眉的这位护发 却从此形神俱灭 若是换了别的宗门 到了这个时候足以震慑了 可这里是血熙宗 血熙宗的弟子一个个不但煎熬 更是狠了 血眉的那些护发 很快就从之前的忌惮中恢复过来 瞬间有三人激素飞出 直奔白小春 这三人都是主机后期的修为 其中一个更是主机大员满 出手时三道血剑陶天 轰鸣四方 最惊人的 反倒不是那注机大员满的修士 而是其中一个注机后期的终年 此人长脸续着胡须 面无表情 可出手时 竟在他的手心内 幻化出了一根香 此香无风自然 烟丝飘散 形成了一股 让白小春心神震动的气息 让他全身上下 传出强烈的生死危机 似乎全身每一寸血肉 都在向他尖叫 告诉他这根香危险到了极致 不但是白小春有如此感觉 四周其他人都是面色 纷纷大变 此人是杨红五 这就是宋军婉所说的重宝嘛 白小春倒吸口气 可紧接着让他头皮发麻的 所以他立刻就感受到 这四周的众人居然有四五人 竟同时在这一顺 似被那根神秘的香锁刺激 纷纷的 要么从体内 要么从除袋内 也爆发出了 虽不一样 可却同样让白小春心神震动 产生生死危机的气息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呆了一下 他尽管修为不俗 能撞死一个筑机后期 但同时面对三人 不但其中一个是筑机大圆满 更有这种让他觉得心惊的宝物 他不由的心肝疑颤 觉得血稀宗这些老姨被筑机修饰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不过白小春也明白 能被血眉与宋军婉找来的作为护法 这些筑机修饰一定都是佼佼者 要么就是当代天骄 要么就是老姨被骄子 尤其是宋军婉提起过的肖青 那是被猜测随时可以突破 踏入结丹境 可却以某些原因没有去突破的恐怖之羞 至于宝物 以血稀宗的掠夺本性 自然会比其他宗门的弟子多了不少 眼看危急 白小春透皮发麻 只是面子却不能丢 于是后退时冷笑开口 叶某没时间与你们玩耍 只是告诫住呗 别来惹我 白小春神色上是桀骜阴冷 心里觉得自己这句话说的是太霸道了 一晃之下速度爆发 化作长虹 周然远去 几乎在他远去的瞬间 三人的血溅降临 形成绞杀 虽被白小春避开 可那根香的烟丝却在一绕之下 在四周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波动 略微感受了一下这波动 白小春速度更快 随着他的离去 此地围绕第一把钥匙 立刻双方展开了厮杀 有人已拿到了钥匙 彼此展开生死激动 不过也不是全部人都出手 还有一些只是对峙 没有参与进去 更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来到此地 而是扩散开来 显然是与白小春的想法一样 认为第一个钥匙抢夺最危险 白小春远远飞走 时而回头看去 眼看那些人争夺的很是惨烈 尤其是这些人 打到助击后期 射击生死 出手时毫无保留 甚至各有保命法宝用处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阴阴的 竟还有无险接近 结丹之力的波动扩散 看得白小春心惊肉跳 就算我有不死金刚 但打毒都还可以 这么多人要是打我一个 我小命一定保不住 白小春倒吸口气 飞得更快 他心底颇为感慨 琢磨着 方才或许是巧合了 那钥匙正好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一次 他想着飞得远一些 或许就没事了 至于去争夺钥匙 白小春琢磨着 等第四枚之后 再去争夺一个 应该是最稳妥的 此刻飞出了大半个时辰 已经避开了很远 这才安稳的 找了个地方坐下 我第一次飞得远 应该就没事了吧 投几把钥匙 谁愿意要谁要 我才不要呢 白小春认为 自己这一次很明智 正觉得自己英明时 第二个时辰到来了 几乎 在这第二个时辰到来的刹那 白小春忽然睁大了眼 发出一声惊呼 他呆呆的看着自己面前 触手可及的地方 此刻出现了一个红点 这红点 在几个呼吸的时间内 直接爆发出了刺目的鸿芒 形成了一道红色的光柱 直冲雨霄 整个血色荒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白小春觉得诡异 不由的想起了 无尽血界内的一幕幕 不能吧 又不是我晋升血子 怎么会这样啊 白小春看着近在眼前的血光内 出现的钥匙 叹了口气 身体骤然后退 跟在他后退的同时 这钥匙也直奔他飞来 走开啊 别跟着我 白小春都快哭了 他一想起方才 只是三五人的击杀争夺 就传出了恐怖的波动 立刻那些遗产 速度更快的飞出 他速度快 可身后的钥匙 速度一样加快 紧追着白小春 在这血色荒漠不断急持 这一幕 慢慢的被四周赶来的双方修饰看到 一个个顿时睁大了眼 目瞪口呆 被这一幕所震撼 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枚钥匙 出现在白小春的身边 他们觉得这是巧合 第二枚钥匙 也出现在白小春的身边 他们咬牙之下 也可以勉强说 这是巧合 可是 当这钥匙居然追着白小春跑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